好,现在我们要来介绍等差数列的一般项该如何表示 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复习一下什么是等差数列呢 好,请同学看看这个数列 应该不难发现它的每一项都比前一项还要多1 也就是说后项减掉前项的值永远都等于1 当这个差一样的时候,所以这个数列就称为等差数列 而这个差就叫做公差 会用英文字母小写的D来表示 好,那若A1、A2、A3一直到AN这是一个等差数列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第二项会比第一项多了一个公差 第三项呢会比第一项多两个公差 第四项呢会比第一项多出三个公差 而第N项就会比第一项多出了N-1个公差 所以我们的第N项就会等于首项加上N-1个公差 好,所以呢,所以呢,藉由这样的讨讨论 我们就可以得到等差数列的一般项了 好,若等差数列的首项是A1,公差为D,则一般项为 AN等于A1加上N-1个公差 好,这个等式同学一定不陌生 这是在同学国二的时候曾经学过等差数列的DN项表示法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立题 好,请同学先看一下题目 好,他说二月呢有四天是星期六 而且这四天的日期数字合起来刚好是58 那要我们求二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是几日 那那一年的元旦是星期几呢? 好,那我们都知道一个星期就是七天 所以这个星期六跟下个星期六就是差七 好,所以呢,每个星期六的日期排列出来 就是成为一个等差数列公差为7 好,所以这一题的第一小题我们可以这样假设 第一个星期六就是二月A日 好,那因为每个星期六都是差七天 所以第一天是A 下个星期六是A加7日 再下个星期六是A加14 第四个星期六是A加21 那四个日期加起来就等于58 好,那就是变成一个一元一次方程式而已 那透过化解运算我们很快的就可以把A解出来是等于4 所以第一个星期六呢? 所以第一个星期六呢就是2月4日 好,接下来第二题 要求元旦是星期几? 那同学应该都很清楚 元旦是1月1日啊 好,那我们现在目前已经知道的是2月4日是星期六 那如何推到元旦呢? 我们可以先往前推一周 好,会发现1月28日是星期六 好,那我们就可以再往上 1月21也是星期六 再减7,1月14也是星期六 1月7号也是星期六 所以我们再从7往前写 6,5,4,3,2,1 就可以找到 所以元旦呢是在星期日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个例题 好,请同学先仔细的看一下题目 好,这个题目要我们求的是这个数列的公差 第十项、一般项以及它的项数 好,首先我们先求公差 公差就是后项减前项 因此24减掉18 即可以求出我们的公差为6 好,第二个问题要求第十项 第十项呢我们都知道 等差数列的一般项 AN会等于首项 加上N减1个公差 所以第十项我们只要把N带10进去 然后公差6带进去 就可以得到第十项 就可以得到第十项的值为72 好,接下来第三个问题 一般项就是AN 那AN就等于首项 加上N减1个公差 所以首项是18 公差是6 代入经过化减 就可以得到第N项 也就是一般项呢 是等于6N加12 好,最后一个问题要求项数 好,已经知道一般项是6N加12了 所以我们直接就可以带入 6N加12等于618 求出这个N到底是第几项了 所以N是101 也就是这个数列呢 总共有101项 好,以上介绍两个等差数列的立题 给同学 那么同学在做等差数列的题目的时候 其实只要能够熟记 等差数列的一般项AN 等于首项加上N减1个公差 就可以对所有的问题求解了 好,好,好